大家好,我是George,多士奇 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设计模式的课程 好的,我们回顾一下思维导图 之前我们已经讲了行为模式的观察者模式 好的,今天就是我们行为型模式的最后一讲 策略模式 好的,我们回到PPT 策略模式 Strategy Pattern 策略模式是定义了一系列的算法 并且将每一个算法都封装起来 可以使它们相互替换 然后策略模式让算法独立于使用它的客户端而独立变化 这就是策略模式的定义 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让算法和对象分开 使得算法可以独立于使用它的客户而变化 当存在以下情况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Strategy模式 一,许多相关类仅仅是行为有意义 当这些变体都为一个类工作的时候 那么可以使用策略模式 第三,算法使用客户不应该知道的数据 可以通过策略模式来避免复杂和算法的相关数据结构的暴露 然后是一个类定义了多种行为 并且这些行为在这个类的操纵以多个条件语句出现 那么将相关分支分别移入它各自的Strategy类里面来代替这些条件语句 在这四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考虑这种模式 好的,我们还是看一下策略模式的UML 策略模式UML就像这个图一样 那么它总共有三个角色 第一是环境类,Contact Contact主要是说用一个ConcreteStrategy对象来配置 维护一个对Strategy对象的引用 然后定义一个结果来访问它的数据 相当于是这样的 就相当于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Sales人员是Strategy 然后这个Strategy就是它 但真正的它的真正类实力 可能是它们其中的任何一个 这就是Contact类 第二是Strategy类 Strategy类它相当于是所有算法类的真正的公共接口 然后Contact就使用这个接口来调用真正的 这个ConcreteStrategy定义的算法 最后就是具体策略类 就是ConcreteStrategy 就是这三个都是具体的一个策略类 或者说具体的算法 它们都以这个都实现了这个接口的一个具体算法 这就是策略模式的一页面 好的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一个人他出去旅游 他可以骑自行车 可以坐汽车 可以坐火车 可以坐飞机 对吧 那我们以这个为实例 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策略模式 好的 我们打开Eclipse 新建一个工程 还是老规矩 我们先创建一个client 把manphone法也勾上 做一个简单打印 this is 這就是我們的Strategy之內 還是簡單的跑一下 沒有問題一起去給運行 好的,我們講剛剛的例子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人 他有四種出行方法,對吧 那我們首先就必須要有一個 我們的算法的抽象類 就是Strategy類,對吧 那我們就叫Travel 就是出行 那這個應該是一個接口 接口,對吧 他有一個方法 就叫Travel好了 具體呢 我們剛剛講了 有四種出行方式,對吧 那我們分別 對這個接口做一個實現 好的 那我們分別就應該是有一個 叫BikeTravel的東西 那就是自行車出行 然後我們可能一次要實現這個接口 加上他的產業方法 對吧 我們具體做一個答應 我們騎自行車出去玩 不要錢 對吧 這是Bike 好的 那我們第二個呢 我們就是相當於說是我們可以做火車 對吧 然後我們就新增一個做火車的 就叫Travel Travel 同樣的他也是實現我們的這個選法類 或者是做這個類類 Travel 好的,那我們同樣的這個答應 我們做火車出去 旅遊 用掉 500塊 對吧 對吧 好的 那我們就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飛機 對吧 那我們就再加一個 AirPlay Triamble 同樣的他也是實現一個 我們的Triamble 這個接口 對吧 這個方法 同樣的我們也是做一個打印 我們做飛機 我們花掉了1000塊 對吧 好的 我們就是我們三種不同的出行方式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還有一個就是我們的contact類 就是使用這些出行方式的類 那麼我們就叫他person 就是人嘛 對吧 人來使用這個東西 那麼他呢 首先第一個 我們就要有一個私有的成員 對吧 就是說 我們的Travel 然後這個東西呢 我們在構造函約束的時候 來傳入一下 我們就 在構造函約束的時候做一個複製 對吧 這個複製 我們就有了Travel 這個時候呢 我們這個人 要真正的出去旅行 對吧 那麼他也要選一個旅行 那我們就叫 住駕好了 take holiday 對吧 住駕 住駕 住駕呢 我們就需要真正的出行 對吧 那我們就使用我們剛剛的 選法類 或者叫stance delay travel 去旅行 好的 我們這個地方也做個答印 我們去住駕了 對吧 好的 最後我們用client來模擬一下整個場景 首先我們有一個人 對吧 先定義一個人 我們就叫小李老張 叫老張好了 去住駕了 這個時候呢 就需要傳入一個Travel類 那我們 先定義Travel 對吧 那我們想一下他要用什麼方式出行呢 比如說我們就要讓他用 騎車好了 騎車去西藏 對吧 對嗎 好的 傳給他 Travel 這個時候 老張 去度假了 然後我們看一下 對吧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去度假了 我們騎車去玩 不要錢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流程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時候呢 比如說 我們今天要坐火車出去了 對吧 或者說我們要坐飛機出去啊 那這個代碼只需要怎樣動一下呢 只需要這個地方動一下 比如說我們換成坐飛機 對吧 其他什麼都不用動 包括person也好 包括我們的strap也好 我們都沒有動 對吧 再一次行一遍 你看 我們的結果就變成我們去度假了 我們去坐飛機 用了1000塊錢 這樣呢 就實現了我們所謂的strategy模式 這個模式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的strap是不容易開的 我們的使用者 context想使用什麼算法 對吧 是很方便的切換的 並不會影響其他的代碼 這就是strategy模式 好的 我們再回到PPT 剛剛我們用旅遊出行的方式 給大家介紹strategy模式距離的時間 然後 這個strategy類的優點是什麼呢 第一 是說相關系列算法 strategy類 為context它提供了一堆可重用的算法或行為 同時 因為我們把這個算法都獨立在這個context store定義 所以說 那麼這些算法可能有些公共的部分我們也可以找到 那麼他們也可以有公共的積累可以產生 這是一個優點 第二個優點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算法獨立封裝在這個strategy類的一面 讓它呢 可以很容易的切換 易於理解易於擴展 就像說算法類就是單純的算法類 對吧 我們可以任意的更改它或者是替換它 不影響context是這樣的 第三呢 它可以消除一些if-else語句 因為我們 當一個不同的行為 對吧 堆切在一個類裡面的時候 很難避免說要用條件語句去選擇 對吧 if-else就會很多 那麼我們把這些東西不同的選擇 或者說不同的具體實現 也分到不同的strategy類裡面 那麼我們就消除了這些資訊 對吧 然後最後呢 就是說 我們這個strategy模式很方便的去切換算法 然後可以根據不同的時間空間策略 來權衡我們要使用哪種算法 這是它的四大優勢 那缺點呢 就是說 客戶端它必須要知道所有的策略類 並自行選擇使用哪個策略類 就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必須要先用出來這個傳統 然後再傳給真正的使用者 所以說客戶端必須要知道 那麼 這個問題呢 我們其實也可以用我們之前講的工廠模式 來克服這個問題 相當於在工廠模式內部 來解決這個 我們要重點什麼strategy的問題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這個strategy跟context之間有通信開銷 他們兩個之間的合法都更緊密了 因為就是說 之前相當於說我的算法都在context裡面 那麼相當於說我沒有通信開銷 這個時候我們把玻璃開的話 那麼必然會增加通信開銷 這是一個問題 然後最後就是策略模式會產生很多策略類 但是我們剛剛講的比如說有自行車 有汽車 有火車 有飛機什麼的對吧 未來我們可能還會增加 比如說什麼 步行啊 什麼做黃板車啊 什麼做電動車啊等等的這些行為 那麼會導致說策略模式的策略類 會非常非常多 這也是一個缺點 好的 那今天那個策略模式就在這裡 謝謝大家 再見